今天是2023年的9月22号周五 今天大阳线 这个市场其实是不缺涨的动力的 但是还是要等到下跌周期的结束 先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你像这个散热指数 如果按散热指数 你说你要10等结构的话 它有可能不给你 对吧 有可能不给你 昨天出了绿角线 今天如果是阴线的话 会出第二个绿角线 但是今天又是大阳线 绿角线又变成红阳线了 然后距离趋势突破也比较近 当然我觉得趋势突破在买 成本也比较低 因为这个趋势它是不断下移的 这个趋势它不断的下移 突破趋势再买过 问题也不太大 问题也不太大 上市指数没有结构 但是其他的三个指数都形成了结构 我昨天其实没有要求三个指数 我要三个指数其中的一个 形成底部结构即可 可以再加两层藏 对吧 昨天只是要求 其中的一个 结果今天三个全形成了 让我看下一张图 生成纸 生成纸跟我们画的是十分相似的 低跌 反弹 缓跌 下面再结构 这个咱们在前面画的时候就是这么画的 生成纸跟我们画的是非常异齿的 创业版指数 创业版指数昨天说了 这个 是吧 昨天已经到了这个 这就必须的一个选择了 DF值已经没有退路了 今天的创业版指数出结构 在最后时间出了低不结构 今天如果要再跌一点 这个就消失了 更快就消失了 所以我今天正好就行善了结构 你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是很好的 这个位置很低 今天说话这样 别看它挡了那么多 对于整个五浪的下跌 这个位置还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的 然后护车三板 护车三板那也是 激跌 反弹 缓跌 是吧 下面再结构 然后呢 一下生成纸 创业版指数都是一个五浪的下跌 一 二 三 五 五浪下跌 五浪下跌的结束 就有可能是全部下跌的结束 所以这里还是应该重视的 这里还是应该重视的 再一个呢 下跌周期有可能走完了 第一波下跌33天 第二波 就这里跌了34天 所以下跌周期可能走完了 因此呢 从时间的最深的角度来讲 收益明显大一些风险 从空间的角度来讲 一二三球四我们球完之后 是吧 第一波其实急跌的那一波就差两个点了 空间也基本到位了 空间时间 之后 下面就是结构和趋势 结构三个指数有 日线结构 日线结构其实很大了 三个指数有日线结构 结构也算有了 后面呢就差趋势的突破了 然后从估值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 互生300啊 我们这个别的不说 互生300 互生300的市净率 历史百分位是4% 就是从有史以来 月市净率 只有4%的时候是低于现在的 有互生300以来 所以这股市已经非常低了 上证指数也是很低的 有部分的指数呢 因为它不是常见指数 比方说上证180 是吧 低时百分位 百分之一 那意思就是 那几乎就是最低了 百分之一 那么这个刚才说的 摄影率也是 也是比较低的 中正500的摄影率也是很低的 很低的 所以从估值的角度来讲 目前的位置也是不错 所以总体而言 我们一定买入 然后呢 咱们也没有 咱们也没有突然袭击 是吧 前四周都告诉大家不买 但是从上周 就是说本周一定会买 对吧 然后呢 本周周一加量成长 昨天其实上次指数跌的有点凶 其他指数跌的也有点凶 昨天如果跌幅不那么大 跌幅不那么快 我们可能昨天 瑞拉的时候加量的反复比现在好 但是呢 这个成大事者 不基于小节 不要基于细节 这个地方你买高还是买低 其实不重要 买进去才重要 能理解的答应 大反正就是吓唬人的 可是昨天的时候 你再看看咱们学员区的那些言论 你们看看 是不是 恐慌的时候 这个人就容易背过弯 一背过弯各种错误的判断 对吧 其实没必要的 没必要 市场有下跌机会有上涨 跌的多了必然涨 涨的多了必然点 平衡是一种思想 这种思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不由你才能谣 是这个 角色压力我来帮你承担一部分 好吧 我来帮你承担一部分 至少呢 赶紧买的时候你就觉得 哎老师买了 学员是在买 我现在在这买 你心里就没有承担 就是说压力就没有这么大嘛 对吧 压力没有这么大 否则的话你说 这个在这么弱势的理念 你想买有难度啊 很难度啊 不管怎么样啊 今年反正五浪下跌 100多少个小月日啊 你们说了吗 163个 好想 163个小月日的下跌 整下人 还有63 就是五浪下跌啊 163个小月日的下跌 不过前两天有学员说 这个 因为创业版指数和这个 生产者都创新低了 所以这个基金周期的起点 是不是要重新算 这个我们根据后面的走势 在定啊 现在还定不进来 现在定不进来 好吧 该买一定买 对不对 该买一定买 成功不是终点 时代也并非终结 没有 勇气长存 这个下跌可以说 在历史上有记忆了吧 没有 这个下跌不是级别 缓跌一般都没有 你比方说你记得大跌 记得是什么 记得是2008年的大跌 记得是股灾对吧 其他的下跌也是记不住的 19年他也是二浪走了 这个是一个月的调整 没创新低 你记住了吗 今年也是 虽然说他跌了163天 记不住 对啊 记不住 后边涨了 这块就忘了 现在也没啥 确定性 日线结构还不算确定性 那什么算 如果日线结构还不算确定性 欧伦07要什么算 日线结构一年再有几次 可是上任没有 上任没关系 上任我们等趋势 给趋势两张藏片子 还不行了 实话是说 今年的下跌没回钱 去年的太难受了 去年 去年是几一跌 去年跟今年可不一样 去年你比方说 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就是今年跌幅的两倍 比方今年跌了163天 但跌了163天 可能不及去年的几个月的下跌 你们能理解吗 去年那才是真正的下跌 就用不了多长时间 那七里哈啥 你要是不控仓的话 那个还是损失特别快 为啥不加满 因为最主要的核心的算论是说 啥没有 啥也没有 跌跌过没序列是吧 啥也没有 今天没买上周一买行吗 周一早餐买行 也符合规则 因为这个 结构现在是今天收款奖 结构现在是今天收款奖 163天的下跌 是不是 他可能一天赶完 要么就是没跌完 要么就是没涨完 对吧 这不用这啥的 今年媒体找各种理由 做空 下次反后再跌 其实我觉得割入的也不多 你真正套路的 就在这个地方吓死你 你们割吗 对不对 大家想想 但是这个亏损确实是大 不割不代表它才是成功的 十块颜色三块了 那还割了 这个毛线 那还割了 大家想想 但是真正不能这么做 真正你得回避下跌 是吧 咱们抄这个今年的低点 ABC走完了之后 我当时有日线结构 当时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都挺好的 对吧 然后我们抄 我们当时觉得那个位置很好了 但是当确定趋势再次破位的时候 它走1235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卖出来 这里有相当大的决心和信心 决心就是你得割出来 信心就是你有把握在更低的位置上买回来 看一下对不对 其实对五浪下跌 你看部分的指数没怎么低 第五浪 对比三浪的低点 五浪的低点 但是有部分的指数 和各个股 它对五浪下跌的也挺惨的 也挺惨的 所以说这个 不是说底部的时候 放什么利空消息 很多就从底部割出来了 这个我觉得倒是不大 因为真正的 就是如果是个人投资者 就你身边的朋友 如果要是从高位套住了到现在 大概率是不会割的 套住并不吗 简单套了 但是往上涨一点点才有可能出去 才有可能割出去 我记得翻股 标群不少都跌晕了 还是超过天旧的人 反正今年的这个行情是挺折磨人的 谁能想跌160多钱 就都会没想是吧 你要是想 未来可能会跌160多钱 这是个很痛苦的想的过程 和这个接受的过程 这160多钱 如果我们之前想了 这160多天就接受了特别痛苦 但是我们也没怎么想过 但是他确实这么走的 然后至少就没有那么痛苦的过来了 昨天他头条上有人哭了真哭 这个 是吧 这个 有一部分确实跌到挺折磨人的 唱出不了的 能理解 能理解 但是呢 这个咋说呢 哭 莫大于心死 他那个读不是哭莫大于心死 他顿号应该是哭莫大于心死 就是跌到他无望了 他没有希望 你看这个五浪的下跌 咱们的学员 别看跌了这么多是吧 四周连续都没有操作 没有交易 但是咱们的学员心里是有希望的 所以这个下跌对我们的折磨就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心是不死的 对吧 另外呢 就是很多的短视频啊 那都是摆拍 就是修为你看的啊 不要看到了什么就相信的一定是真的 好吧 两天我看那个报道 发了一批 发了一批直播带货的 大凉山 大凉山蜂蜜是吧 这个本来女主播是生活很犹豫 进出高档场所 穿着名牌 但是一直播的时候呢 就站在山上 一脚光不化 摘着黑不溜秋 然后呢 直播大凉山的蜂蜜 猪农 让大家帮助农业什么猪农什么的 卖的也不贵 这会儿人家都是从外体采购的眼底 一个包装大凉山就卖给你了 赵铃 好像是叫赵铃是吧 好像是叫赵铃 所以那摆拍嘛 你不能看到什么 你就觉得是真的呀 这股市的也是的是吧 再让我看一个什么呢 说股市 这个人吧 头一天劝大家消户消户消户 是吧 然后呢 第二天涨了 涨了之后呢 就开始劝大家 卖房 卖什么养老保险 然后这个买股票 好 就好 从那儿你还看 老师这里能判断是历史性大几步吗 十块板指数有可能 其他的都没有创新基因怎么判断 没有办法判断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消户数增高 为什么一定要消户呢 是断了面线吗 断了以后再不买的这种面线吗 你不做就完了吗 干嘛给你消户了 以后把它放着 什么情况 稍息呗 消户就不稍息了 反正我个人觉得 没必要消户是吧 没必要消户 所以做的不顺 再停一段时间不做的 这可以呀 过一段时间再做 重整一下心情 还是呢 就是说 证券投资呢 还是很专业的 这个正常时间 大家都看出来了吗 正常投资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事 你不能太儿气 你要正确的对待 第二个呢 你要理性客观 不能太主观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呢 如果你没有特别科学的方法 自己做交易是有难度的 因为自己做交易有个大问题 就是你无法评价 你的操作是不是足够的理性和客观 有些时候你的主观 但是你不知道 其实是你的主观 但是你不知道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他在做一个主观的交易 但是呢 他不清楚 自己做的这个交易是很主观的 老师我没来之前 一直是自学 很难 自学 自学就怕你学错方向 是吧 你好多什么选股密集的 你听这个什么 这个抖音直播的 教你这么选股的 但是整个方向就错了 我不认为有选股密集 我就不认为有 可能 某个阶段 选股呢 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长期来看呢 选股的优势 是从短线来讲 力气是没有的 但是呢 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这个呢 因为股票 天天有股票涨 涨很多 所以呢 他觉得这个是存在的 然后呢 又有什么 这个很多的股市传说 北京游资 咱们宁波干涉堆的 是吧 做短线 6万做到 5000万的 还有什么来的 20万做到 4个亿的 哎 这你要听那个 你饭都别吃了 那你就说 你就问问身边的朋友 这么多年了 在股市里 有短线的玄武密集吗 你问问身边的哪个有 有没有 是不是 然后你认为 曾经认为的 或者你曾经认为的 短线的玄武密集 用完之后好用吗 是不是 所以怎么我不太相信 短线的这个玄武密集 数学上不存在 长线的可以 长线的你研究基本面 像发威特一样 是吧 我觉得这股票 长期来看来就是好 比其他的极限制股票 就是好 还买什么可口可乐 买的同用 买的富国 包括买苹果 做的时间都不短 那长线来看 它是能够跑赢 当然你说 最近十年的 巴维特的收益 都没有超过 都没有超过 Glumper 500指数的收益 最近时间都没有 长线就可以了 但是它的 你如果换成 你如果换成 短线的话 它的收益率是并不高的 巴维特一年才占10% 对象最近的几年的 年化收益率就10% 10%一个月连1%都不到 可我们 咱们这个 市场上的投资者 个人 尤其是客人投资者 对短线选股的 T你们知道是多少吗 是吧 差不多天天涨型 一周五天 四个涨型 这种预期 你吓死 吓死他 所以 这个短线选股 实际上 像这种超预期的 这种走势呢 怎么说呢 不存在 数据上不存在 就是如果存在的话 那你会很快的超越巴维特 会非常快的超越巴维特 好吧 那你说短线选股 它 你比方说这个 程序化自动选 它根据计算 各种因子 我原来跟大家说过 计算各种因子 然后呢 买100只股票 程序每天 剃出去30只 然后 就卖出30只 但新卖30只 因为它根据各种因子 进行排序 把那个后面30名 卖掉 买入新家进来的30名 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你说这叫选股吗 这只能叫方法 对不对 这叫选股吗 那这么换 注意啊 这么换 每天都换 每天换30只 每个交易日换30只 成交量巨大 到头来 只是比指数 能够多出 6%到7%的超过收益 一年才多出 6%到7% 还是不停的换 不停的选 然后呢 手机位还得低 注意啊 顺略几乎不收钱 这种给程序化 因为它的交易额特别大 有的券商是需要交易额的 几乎是不收佣金 就把佣金降到最底 才有6%到7% 因为券商为什么不收佣金 只要收一点点佣金 这6%到7%就没了 利润就没了 你们能理解吗 那这是短线 每天都在选股 每天都在换 是吧 那适合你吗 你觉得适合你吗 所以呢 我跟大家说的意思 就是均衡配置 它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会出现 你买的选择股票特别偏离 它的缺点也是 你也选择股票也不会特别优秀 但是呢 选择股票特别优秀的 只有长期来看存在 短期来看是不存在的 但你从交易的角度来讲 你追求一个不太存在的 缺点抛偏嘛 所以呢 我个人介意咱们的学员呢 就是重择时轻选股 就选择操作的时间 时机 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选股上 但是初期 像这个下跌的初期第一步呢 我觉得超跌股 可能会表现得更为好一点 更为好一点 这个是有历史统计的 但是你过了这个第一个阶段 就不好说了 只要评论其他老师 这是我的观点 但是有的老师的观点呢 就是我不得时的 我就跟基金一样 基金其实也不得时的 基金就是选股嘛 但基金其实它的选股 跟我们所说的选股 还不一样是吧 基金就选了一些那种 是吧 价值投资的股票 往里一扔 它就不管了 基金是吧 所以它是通过时间 来获取收益的 获取超过收益的 它也不是说 你知道小空棍是吧 那一年就是买的 这个球水百多 冬藏股的球水 但那一年它就是排第一 那去年就不行 它通过时间长 就是这部分呢 它是不什么的 这个不得时的 但是呢 不得时的实际上是 但是资金规模大 那不太好做事 你知道我们一会儿这个满仓 一会儿设成仓的 那基金怎么做 张改一基金怎么做 是不是 没法弄啊 但是呢 个人投资者 这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优势 为什么不利用呢 择时是我们的优势 为什么不利用呢 对吧 我这傻话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择时好好用 好了 多多讲 先说 买进去差什么 164 163天的这个下跌 中央是要结束的 就算今天不是结束 后面还是要结束的 今天走了一个完整的五张下跌 又到了五张的末期 我们还是要卖的 对吧 无论它怎么走 我们都是要买的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